大人哥昨天帮台股加油 大盘今天立马反弹 全局股带头冲 接下来的行情怎么掌握呢 请教大人哥 好 那就请看今天朋友解盘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 10月26号星期三的 忍者无敌古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鱼 赶紧欢迎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陈昆仁分析师 大人哥您好 德鱼好 大家好 大人哥 你今天在早点名当中说 台北股市要赶快回到12682 另外台曲奇也要注意 千万要守住昨天的低点是12652 那么今天这两个目标 都有乖乖听话达到了 大家可以放心了吗 这个妈很重要 赶快请教大人哥 好 德鱼好 大家好 因为其实如果就今天的行情的话 我们最近不断跟大家提醒 就是节目里面的行情的解析的部分 你会发现我们突然加重了 因为最近的行情确实比较偏震荡一些些 所以在行情先确认完毕之后的话 个股自然就会有一些表现 所以个股然后行情 选股的方向跟留意的事项的话 都是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相关提醒的部分 所以先来看一下行情 因为真的最近的行情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等吗 冷吗 冷吗 这到底回稳了吗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如果就大方向来说的话 我们跟大家提醒到的是在现阶段 你会发现说为什么我们的台股 竟然会独落于全球股市 全球的主要指数 那就像你看这是美股的四大指数 左上角道琼 右上角S&P500 左下角NASA指数 右下角的话是费城半导体指数 到昨天收盘 应该说今天清晨的收盘的美股的四大指数 你会发现说哇塞 真的太亮丽了 因为你看像道琼也站上了季线的这个大关卡 然后像是NASA指数来说的话 怎么好像各个这种所谓的电子的指标股 半导体的指标股都有回稳这样的动作 当然台积电ADR例外 我们先看一下几档个股 你看AMD 今天清晨收盘大涨了5.42% NVIDIA 然后今天清晨收盘大涨5.25% 那这些都是指标中指标 然后重量级重量级 所以目前看起来美股是一个回稳的方向 那你当然会打枪我一句话 我们等一下再说明 那另外的话我跟大家说 最近台股会独弱的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在港股跟入股的部分 那港股跟入股 为什么最近这几天会比较偏弱的原因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了 就是我们这几天已经讲很多次 就是新闻一直不断跟大家报导 你看像像连那个胡锦涛 他都被可以被架走 请走 我说请走好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 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一个政治 很有可能会凌驾在经济之上的 新的一个季度来临 所以现阶段的话在入港股的部分的话 也有一些些相关杂音 但你也会发现说 怕还是怕 就是还是怕 那个入港股会走跌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几天 不断就有一些相关的声音出来了 要救世的声音啦 或像是说也可以 就是有这种 就是欢迎外资这样的声音啦 甚至像是说 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港股的部分 恒生指数今天也都回稳啦 然后呢入股也回稳啦 甚至像中芯 中芯国际 你可以看到 他的股价 如果他 你等一下去看一下 他今天也是大涨去做反应 所以 现阶段来说的话 美股也回稳了 然后那个港股也回稳了 港入股也回稳了 那台股的话 自然他就会走向一个比较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的 既然跌破12682 他就会酝酿一波的反弹行情 可是这个反弹行情的话 你反而要注意说 反弹的过程之中 你还是要检视一下 你现在目前持股的状况 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去做定调的方向 那当然我刚刚前面有说到 说一半的就是 你要打枪我的部分 其实我在早上的时候 就已经跟大家提醒过了 在早点名里面 早点名的时候 我已经跟大家提醒过了 到底美股的电子盘 或者今天的台股 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看这边 这是刚刚最新的新闻 但是我们早上的早点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微软跟Alphabet 就是Google的母公司 他的财报 在美股收盘之后的盘后 去做一个公告 那公告之后的话 包含像是微软跟Alphabet 他们的相关财报 包含像什么 就是那个财报是略逊于预期 或像是说云端业务 我们一直跟大家提醒重申 就是说云端业务的话 会是这一次的这几档 四大天王五大天王 你必须要去做关注的重点 那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在所谓的网路的 广告的这一块 那网路广告这一块的话 其实YouTube广告的营收 也有比较明显的下滑的部分 所以这次现在要跟大家说明 今天大盘 为什么还是虚虚的那种主要的原因 那当然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这几天的行情 我跟大家说明说 我们不求 我真的不求 这些相关的重量级的财报 用利多去做一个公告 甚至或是说 就算他是一个例 这个广告太对了 来 他真的广告打很凶 可是当然很凶 可是还是一样打不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是Google Google Alphabet 这个母公司的盘后盘 那母公司盘后盘 刚刚收盘 是下跌6.88元 然后呢 截幅的话是6.58% 那你就看到说 你这边就是收盘 结果那个 王世来 这是收盘 收盘完毕之后就跳水 然后就崩盘崩下来 然后呢另外这个的话是在 微软的部分 微软也是啊 他在收盘的时候还不错 然后呢结果那个收盘过后 盘后盘跳水跳下来 然后呢这是今天收盘的话 是跌了6.65% 然后你会看到说现在目前的 就是NASA的电子盘的话 目前还几乎要重挫2%左右 所以今天晚上开盘的美股 会比较属于利空去做一个反应的过程 那也因为如此的关系 所以今天的台股 我这样举一个比喻来说的话 你可能会更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其实今天的台股的话 来来来 TS1 今天台股的话就只能开一个 稍微平盘附近 那当然你会发现说 震荡震荡之后的话 盘中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买盘 把它拉上去 然后可是拉上去之后的话 一直感觉又虚虚的 又比较无力一点点 然后呢中场的话只有上涨了62.9点 然后呢成交量的话只有1744亿元 然后呢今天在拉什么样的股票 其实我点几个名字 你就知道今天到底拉什么了 来2330的台积电 这是谁在拉的 毫无意外 我觉得应该就是国安基金在拉台的 然后呢这是谁 这是2454联发科 这个是第二第三大的全值股 重量级的指标股 应该也有国安糖浆在里面 是的 反正就是这些国安在里面 去做一个拉台的动作 然后呢今天这是谁 库邦金 金控双雄 是的 你看发现说其实今天的话就在拉这种 所谓的比较偏 那个金控的啦 吻盘的啦 台积电啦 然后这种股票就是拉 互跌 但是他不会拉 拉台拉上去给外资去做到货去做出货 所以今天的大盘的话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就说 好不容易 有确实是守住了16682这个关卡的 可是呢 他真的没有立即往上的这样的机会 就指数来说 真的不太可能 那这个观念的话其实我套用一个观念 就是说你如果有什么身重病的病人 或者说那种就是刚进加护病房的病人的话 你这时候你要他马上出院 不可能 可是你这时候要他用慢慢慢慢去用个调养 然后去用比较属于好好去照顾他的话 那是有机会的 所以现在的指数的话就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当现在目前的指数 已经用一个跌破了12682的关卡 再占回来这个过程的话 那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就是说 好 那如果指数在这边做一个打底 然后有个震荡彻底 我这样讲白了好了 今天我是大户 我也不会拉到今天啊 很简单啊 因为你既然今天的晚上是美股要继续跌的 很有可能会继续跌 那我明天再来拉就好了 明天再来买就好了 因为搞不好还有低点啊 所以今天至少国安基金把这个低档 去把它护起来 或者说今天至少把这个所谓的低点 基金去护住 它一定还是有它的一个支撑的效果 跟一个抑注的效果 所以现阶段的一个大盘的一个指数的方向的话 我还是请大家留意好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也就是说 目前的指数跟个股 你可能要去做一个分开看这样的动作 那指数的空间的话 只能在做一个震荡震荡的过程之中 然后呢可是在指数震荡的过程中的话 你可以运用很好用的工具 也就是期货的部分 无论 我讲白点 就是说无论你想要直接空指数都好 那无论你是要做所谓 你现在目前手上的股票的避险的动作也都好 那你现阶段就好好运用这个 可以用多空双向操作的 这个很好用的工具 就是期货的部分 无论是那个台子期 或者是说无论是你想要做所谓的 个股期货股票期货的话 都是非常非常灵活的 因为你看我们之前就跟大家交过 你看那个就是 现在目前是禁空令 那当天如果跌3.5%的话 隔天不能放空啊 可是呢谁可以空 你看啊我们就跟大家 YouTube频道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教学过了 我可以用台子期货来避险啊 我可以用各股期货来去做避险跟结税啊 然后呢我甚至有各股期货 我们之前也用专题分享给大家说 他就没有那种多空的限制 他没有融券的限制啊 他甚至还有超低超低手续费跟交易税 这样的好处 所以现阶段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做 就是所谓的期货跟股票 多空双向操作去做避险去做 放空这样的重要性 那这些相关的内容的话 会在我们下半场就是 聚保期的节目里面 会跟大家做相关的说明的地方 好这两天的天气其实还不错 没有像之前一样下大雨 但是如果你有看天气预报的话 就知道说有一个新的台风又要形成了 那么接下来这个周日 甚至一直到下个礼拜呢 都要受到它的影响 又要开始有风雨咯 所以啊投资市场真的就跟天气一样 是瞬息万变的多空双向操作 真的是必备的这个工具 那么透过我们的股魔力 透过我们的聚保期 可以让您操作起来 既能够获利又能够避险 所以亲爱的好朋友们 0800668085的针线电话 或者是现在就赶快加入大人哥的Light 私讯大人哥 务必要掌握我们忍者无敌 这一次三周年庆所推出的回馈活动 让你在股票方面拥有及时盘中精准买卖点的折讯提醒 另外我们好用的APP股魔力还有策略平台 聚保期通通通能够让你一次拥有 当然在股票的部分大人哥还会帮你做持股的健康检查 邀请您0800668085的针线电话 或者是透过Light私讯大人哥 利用好用的工具 跟着大人哥一起多空双向操作 当然今天盘面上头 我们可以看到全局股 似乎有买盘点火的力道比较强 像是联发科 他当然也带动了IC设计 整个网上 还有一些高价族群 今天表现似乎也不错 后续的选股方向怎么掌握 赶快交给大人哥 我觉得今天的说法 应该就是延续我们之前的看法是没有改变的 无论你是不是第一次看我们节目 都非常欢迎你一同的加入 最近的行情的话我跟大家说明过 现在的行情叫做是在反映一件事情 是说之前大家都跌到歪掉 跌到超跌了 到底是哪一些股票哪一些公司 在明年会是一个 不要说爆发性的成长 因为真的不值得期待 但是有一些股票是明明明年是稳健 然后那个就有一个比较属于 恢复成长动能的产业的话 那现阶段就是反正在买这些股票 所以这些股票他就会用轮动的方式 轮涨的方式在现阶段 资金比较不够的这个过程来说的话 你会发现说这些交易股票在 就是资金资金就会 那个今天拉这个一下 然后明天拉那个一下 但是拉一拉之后的话 怎么好像大家那个底部 就这样垫垫垫垫垫垫起来 这样的过程了 所以这事情要跟大家讲一个 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观念的地方 那当然如果你有看 今天的其他节目的内容的话 你应该会看到 大家都在讲 版显卡 那如果你有看我们节目的话 包含像是最近的盘会解盘 甚至像是之前的 早点名的部分的话 我们已经跟大家领先去做一个相关提醒了 你看最近的行情是谁去 陆续去做一个回稳的 就是最坏最差的记忆体 然后最看不好的面板 然后陆续的回来到像ABF载板 甚至像是那个版显卡的部分 都在我们一一点名的过程之中 然后他们也都可以去做一个 渐渐的回稳这样的现象 所以果然果不其然 那今天的话这个是谁 这是今天的立台 直接去 早上一开盘就往上冲 然后震荡一下 我还是收在一个相对高 那应该说他今天还是收在涨停板 那但是你如果说这种股票的话 我还是一样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这种股票 我们提前跟大家做分享 然后到今天如果他继续涨停的话 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是不是那种所谓的隔日冲的券商 隔日冲的影子进去 进去速度拉抬这样的动作 那这是汉讯 是的 那汉讯的部分的话 今天也是一度盘中有去涨停板 不过他就稍微比 那个立台稍微弱了一点点 不过如果你看一下他们的状况 我觉得超厉害的 2465的立台 他已经回来到记线之上了 原本我说他这个这次 他如果用这种所谓的 还没有打一个底部 然后就往上攻的话 其实他会 他会比较像是一个 短线上面的急涨的过程 那今天他如果重新站上记线的话 你就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记线能不能有压力转回支撑 所以这是在立台的部分 然后汉讯的话也同时 回来到记线之上 那这种股票的话 变是反正我们讲了 早就讲过了 今天涨停板之后大家就来讲 那可是当大家讲的时候 你可能就稍微留意一下 那个行情比较震荡 或者是说 个股比较波动的 这样一个现象发生 这就是最近的一个行情 你不得不去做一个 相关的留意的地方 那也就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因为这种股票 他就会一一的去做一个轮涨 轮动回稳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看今天又是这个是谁 友达群创 就是面板的部分的话 他们看起来今天又回稳了 那今天早上我也讲 你看像今天 像三星 很有可能要来台湾 这边去做一个拉 就来跟双府这边去做一个沟通 那或许他搞不好要转单过来 或者像是 很多很多的一些产业 他们都会有那种怕中国的这个问题 美中之间的问题 还是会是潜在性持续性的问题 我顺便讲一下 那个利台汉讯 或像是板显卡 为什么最近这几天会这么强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会发现 那个NVIDIA NVIDIA NVIDIA NVIDIA的那个黄仁勋 黄总 黄执行长 他好像听说要来台湾了 那另外的话呢 在比特币的部分的话 这两天好像也重新回到 2万块的整数的关卡之上了 所以相关的资金 相关的买盘 就会找到说 哇 有利多这样的讯息 或者有这种 已经是回稳这样的讯息的话 他们就会在现阶段 把这种股票去做一个关注 然后去做一个逢低买盘这样的动作 那同理就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像是面板的部分 你也会发现说 我们跟他讲过很多很多次的观念 就是说 在面板或者就所谓的景气循环股的 这种族群的话 你要看报价 那当然看报价的过程之中的话 难免会有所谓的 短线上面的一个大涨 那大涨过后的话 本来就没有叫你去做追高 可是当拉回过程之中的话 他报价如果11月还是上涨的话 那这种族群在拉回的过程之中 自然就会有这种所谓的 逢低的资金 想要去做一个进场 接入这样的动作 所以这就是现在目前 选股跟操作 你应该要去留意的一个地方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面板回稳了 那今天的面板驱动IC 也是我们这礼拜 一直跟大家强调的 就是ICICIC 驱动IC这一块的话 你可以去做一个稍微留意的地方 也就是像天狱 天狱的话 你可以发现说 其实他前几天往上拉上来 然后这几天回档下来 应该是跟着面板的报价一起 跟着面板的股价 一起去做回档下来的 可是他们已经是低位阶了 他们如果是可以跟着面板 一起回稳的话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这种驱动IC的地方 那天狱跟敦泰今天都有回稳 那当然我们前几天跟大家讲过 3592的那个瑞鼎的话 其实也有比较属于打底的过程 所以回来到我们刚前面说到的 就是这个星期的内外 就是在全球的部分的话 有一些很重要的财报周 重量级的电子的半导体的财报周 那不求利多去做反应 我们只求利空去做一个钝化 这样的动作 那回来到我们国内的部分的话 我刚刚前面说到 联发科也是 这礼拜要开发收会 或像是有一些IC设计的股票 他们会在这个星期会开发收会 那当他在开发收会的时候 如果可以充分的解释出来说 他们现在目前遇到什么问题 或说明年的展望是如何 那市场如果都知道 那大概知道原来如此 就是最坏最坏就是这样的状况的时候的话 那至少市场上面对一些逢低的股票 或者说反正这边太便宜太便宜股票 明年联发科还可以赚70块 那现在只有580到600块这个位置 很便宜 但我还是要这样讲 便宜跟贵不是我们说的算的 因为你看今天到目前为止的话 千金也只剩下3000斤了 当然今天大力光还不错 可是如果就一个大方向来说的话 这些相关的千金股 他们也面临到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就是说资金退潮之后 那会有所谓的本益比的修正 本益比修正到什么时间点结束 也就是看这些指标股说的算 不是我们说的算的 就是大力光回稳之后 然后打底之后 那就表示说本益比修正完了 或者联发科也是一样 联发科如果回稳之后 然后也就表示说 其实IC设计很有可能 就是在一个所谓的本益比修正完毕之后 的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相关的指标股的法说会很重要 请你要听懂看懂他们在讲什么 那我们节目里面也会 也会跟大家做相关说明 或者是早点名也会 跟大家做一个相关的分享 所以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 然后呢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我看好一些个股 已经去做一个领先回稳的 打底过程中了 所以接下来他们就是回到一个正常的明年的 就是明年的稳健的成长动能 但还是有些股票 他们再去做一个下跌的过程 或者还是做一个股价修正过程 那这些股票的状况的话 会是明年比较不是那么样好的族群 所以我们昨天跟大家说到的 你看像那个稳帽昨天破底有没有 那今天看起来的话好像试图想要去做一个 就是试图想要去做一个回稳这样一个现象 可是如果就明年的展望来说的话 稳帽应该还是比较属于 比较疲弱一点的消费端 所以消费端只能看说什么时候是要 叫做调整完毕的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这种个股 我就不会说红低弯要减钻石 先听清楚我们讲的观念解析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话我们今天早上也有跟大家说过 昨天同样也是开法说会的旺红 我就说我老实说我对旺红 会比较属于保守一点点去做看待 你看今天也跌了5%多 那今天他当然是先中错之后才拉尾盘拉上来的 你看这个 啪的这样跳空下去才拉上来 为什么我就说 我对有一些公司的大老板他们的观念是说 他们真的有一些是很老实 老实说好就跟你说好 不好就跟你说好不好 像大力光我就觉得他很棒 联发科我就觉得他很棒 像我们台积电我就觉得他很棒 因为他们就是很明确告诉你说 他们产业遇到什么问题 明年到底是成长 下个季度到底是成长还是衰退 他都很老实告诉你 所以他可以比较快速的去反映 他的一些相关的利落跟利空 可是有一些董事长就可能比较 永远在喊多 那永远在喊多的董事长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比较偏向于 参考价值可能就不是那么高 我稍微讲保守一点是这样子 但是像这种股票的话 我就会比较不去做一个看待这样的动作 所以现在的选股的方向的话 我觉得还是一样用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会用逢低弯腰剪钻石 来看现在目前的行情 可是剪钻石你也要看这颗 到底是不是真的值得你去弯腰把它剪起来钻石 如果是的话 现在很多便宜的好股票等着我们去做发掘 那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请你好好可以去做太弱换墙这样的动作 那如果你有需要持股见诊 我们这次的三周年的专案的话 真的就感谢大家的支持 所以给大家最好最多的回馈 那我们每一位会员进来的时候 我都会先做第一个动作就是持股见诊 然后对的逢低加码 不太对的 有问题的我们就把它太弱换墙 所以现阶段的行情的话 就是欢迎邀请跟我们一起来做 接下来第四季度 和明年第一季度的这样行情的一个操作 所以选股真的很重要 你说弯腰剪钻石 但是会发量的不一定是钻石 以前有所谓的苏联赚很便宜 还有所谓的告石 其实看起来很像钻石 但它真的不是钻石 所以股价表现也会差很多 邀请大家跟着大人哥一起掌握 跌出来的机会 剪起真正的钻石 同时运用好的工具 我们多空双向操作 0800668085的专线电话 或者是加入大人哥的Lite 私讯大人哥 那么先让大人哥 帮你做一个持股的见解 留下真正的钻石 再搭配上我们忍者无敌 三周年庆所推出的 三合一超大回馈 包括了盘中这个股票 精准买卖点的即时抠讯 好用的APP股魔力 以及抓筹码转折 超强超厉害 这几天大家提早下班 都是靠它 好我们的这个聚保期策略平台 都能够一次拥有 0800668085的转线电话 或者是加入大人哥的Lite 赶快私讯咯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也再次谢谢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